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特区政府在2022年度的施政报告指出 積極配合国家环境保护的总体发展战略 推动智能减排和源头减费 并推动资源回收再生 循环利用 在城市发展和环境保护间 保持平衡協調 建設綠色、低碳、移居的澳門 推動環保當然不可以只留於後耗 澳門廢品再生物料回收處理中心 積極配合政府的工作 在2012年開始為環保回收活檔打輔助 第二 有廢索 能夠在那裏減出來的 就不會產生鹽惡影 但你選出來 你一定要有這樣的工業處理廠 否則你選出來 沒有跟進的工業去處理那樣東西 選了等都沒有選 梁又棠早在40多年前 已經從事廢品進出口貿易 後來順理成章發展 再生物料回收處理工作 他說澳門推動環保的道路 一點都不易行 加上早年內地的廢品進口政策有變 回收回來的廢紙廢索 有入無出 對席如散 雖然環保局曾經推薦過 內地的廠家給梁又棠 但他苦無接觸渠道 所以在2020年下半年 我又偷過貿易局 我知道高門地區關廠 但我是沒有網絡的 我就請求貿易局 你行不行 通過江門商業局跟我聯繫 那麼無出局是意不用辭 很快的時間來講 已經跟他跟我聯繫 我就自己上去江門 紙廠來的數目始終 又通過貿易局的 又通過江門商業局的 他們變了很開懷的心態 跟我們直接聊天 由2021年我開始跟他簽合約 即2021年來的數目 我跟他做的出口給他的廢紙 就是大概1萬6噸左右 梁又棠說 廢品回收的質量無標準可言 加上澳門的氣候容易令廢紙發水 乃是行業的大忌 但因為有了澳門和內地 官方推薦的前設條件 雙方互信互助 令他獲益甚多 經過一年來的數目 我們體會是受益人多 因為那個商譽 不是用銀紙買回來的 那些來講 都是有賴政府 和貿易局的引領 才能帶到我們有正面的效果 隨著我去年年尾上去拜會 也作了一個總結 大家也很歡喜 我們2022年來的數目 我們更進一步 我去年年尾上去 我又跟他簽了第一季度 總體貨 即是澳門 你能夠收到多少 我可以和你消化 也免除了我有後患 廢品回收也要正義求證 梁又堂說 很多廢紙品 例如鍋琦雜資等 因為釘裝位和封面 有不可水溶的膠質 內地廠家拒絕接收 所以已經計劃深化廢品處理 引入設備將它打成紙張 以方便後續的回收處理工作 所以我們亦都最次通過牟操局 解釋我們現時的情況 我們需要甚麼設備 需要甚麼可以深化 亦都得到牟操局的積極 能夠亦都提到我陪對 為何我對貿畜局這麼大信心 因為貿畜局亦通過國家或地方相關的會也好 政府相關部門也好 他推薦的設備廠給我們 都不會有的 坦白說也希望工商界 真是想在國內發展業務 盡量應用貿畜局的平台 貿畜局一直以來積極推動商業配對服務 甚至推出網上商業配對服務平台 2021年就進行了2906場商業配對 其中雲配對742場 協助企業促進經貿合作和交流 開拓市場